大家早上好,我是大海 我家乡这个地方现在开始开化了 让大家看看是啥样的 我下到底下来了,让大家近距离观看一下 怎么好能炫一下 底下还是一个大冰盖 跟大家讲讲,为什么这个水的颜色有点发红呢 是啥原因呢 一会儿为大家讲讲,我拉近点看看那面是啥样的 这个冰棒是从底下往上开始画 看这颜色跟茶水一样 看那个大河了吧 大河的左右呢 就是大西岩岭的山脉 那些都是大西岩岭的山脉 我上这里跟大家讲讲啊 那个河的颜色为啥是那个颜色 大家看见这块有很多这些植物了吧 这个植物呢,它就叫新安刺梅 它就是刺梅果 因为我家乡这个山上吧 它长的是野生黄旗 还有灵芝 还有蓝莓 还有松子 还有这些山野货 蘑果呀 木耳什么的 完了 但是一年冷八个月嘛 这个八个月呀 山上全是那个雪呀 把这个地区全整盒雪 完了,然后现在这个地检呢都开化了 这块的雪呢都化完了 化完了以后呢 它就渗到这个地下了 结果从这个地下呢 慢慢慢慢就流向河里了 完了,所以说 所以说它这个河里的颜色呢 就跟泡成那个红茶水一样 实际它都是这些棕草药的 你药材你泡出的汤的颜色 看这个了吗 这个就是新安刺梅 这是去年的 现在已经干嘛了 新安刺梅果 这个新安刺梅果的花啊 它号称是维西之王啊 这个花的营养价值度可高了 嗯,这个 这块长的是木耳 看这木耳了吗 都长在边上都干不了 看这木耳 看见了吧 大家看这木耳了吗 这个木耳一般长在腐烂的木头上 看,这野生木耳 全都干不了 看,这一开就全是看 都干不了 都是去年的,干不了 所以说这个山上吧 长这些山野或啥的 它经过八九个月的高水泡 化了以后 泡完了以后 河里的颜色就是那个颜色 嗯,这但是得过几天就好了 等到把这些泡的颜色 全部清理干净了以后 那个大核桃的水 大核的水它就 那它就清了 看看吧 它就是这个原因 每年这个季节吧 这个水的颜色呢 都是这个颜色 一般得到 得到六月中旬吧 完了颜色就 就变成了清的了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说 大家要是来我家乡 来旅游的时候 要是路过这个河边 那个看见这个河的颜色啥的 说它为啥是这个色呢 实际这个色它也是干净的啊 就是因为 它这泡的是 这些棕草药树根的颜色 再上这座桥 给大家看看 这个颜色吧 一般人要是不易看的话 跟那个雪水是一样的 看看吧 这边大面积的哈 马上全快化了 那块就是山 全是山的 马上就村南化开了 从这个桥上下来了 现在这个冰吧 它也叫冰牌 让大家看冰牌是啥样的啊 看见了吗 一脚踹碎了以后呢 都是一根一根的 我们小时候就直接吃了 跟吃冰棍一样 看这冰牌 来根干净的 我先尝尝啊 哎呀 这两块 还是那个味啊 还是小时候的味 好吃 哎呀 看这冰牌 有想来体验的吗 兄弟们 看这沿途的河 有水有冰 这个奶粉呢 我已经拉回来了 因为拉回来有二十多香 这个内蒙古的存洋奶粉 这个洋奶粉呢 这一盒是350克 是净含量 里面是十四小包 一千喝一包呢 正好喝十四千 这个奶粉呢 是不加折糖 专业脱山的 呃 配料表呢 只有生牛乳啊 任何的添加剂都没有 这一盒是350克 保纸期呢 是十把个月 呃 这都是近日期的啊 呃 这个就是装那个 羊奶粉的一个袋 看这个 这一箱里面 有十二个袋 啊 对了 大家就想要这个羊奶粉的呢 就是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然后下单就行了 要是找不到内蒙古这个存洋奶粉呢 就是点击出窗 然后在出窗里面找羊奶粉 这个羊奶粉都是存的啊 是无泽糖 无前加剂 配料只有生羊乳 嗯 这个姨来送花鼠绒来的啊 那一共就就采这些啊 不采这点 都没摊别人 啊 都让他们要去的 你都给人了 嗯 那给人不掰瞎了 卖了多好啊 那呗 我都好奇 下回你要再采啥时候 你就给我送来啊 行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我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就是花鼠绒啊 之前都是鱼鼠采 现在鱼鼠有些有些鼠把它采松子 完了 今天呢这个仪呢 他给送来的 他知道我收东西 行 刚才上乘咬完了哈 这些仪用是二斤啊 1030克 嗯现在收点花鼠绒啊 都老费劲了 因为现在砍花鼠绒呢 是越走越远 嗯 完了之后呢 骑着摩托车距离呢 他也远 原来二三十公里 现在有些时候呢 鱼鼠都骑七八十公里 嗯 像刚才那女的吧 他男的呢 是在山场干活的 就是一张 因为我家这个地方是林区嘛 他丈夫呢 在山上清林 清林的时候碰见了 我就砍点回来 你看这清了好几千林 就就就采了那一方面那儿 给我送来了 嗯 大家又想要这个花树绒呢 他也在出窗里哈 这个花树绒呢 他是泡水煮水喝的 他是酱血脂血糖血压的 哎呀 刚干完活啊 嗯 所有的货呢 给大家都包好了 现在放在车里了 这后面的一下全是 我现在去快递啊 给大家发货 我已经到快递了啊 马上呢 把所有的货给大家全部都游走 开始干活了 货已经游完了 我从会计出来了 现在回家吃饭 他一会把单子就给我发过来了 发完了单子以后呢 我就给大家在后台全部都传上了啊 呃 今天晚上12点以后呢 就更新物流了 大家注意查实物吧 我到家了 今天晚上吃方便面 因为回来太晚了 家里都没有饭了 嗯 有几个馒头 但是都凉了 嗯 我也不想热了 吃点方便面这个了 这个方便面呢 要是每 要是两三天吃一回吧 吃时间长 就有点腻味了 要是隔隔一星期左右吃一回 感觉还挺香的 今天晚上吃方便面 我先吃饭啊 然后呢 咱们明天再见